爱奇艺PP视频联合出品 湖南卫视爱奇艺PP视频 腾讯视频优酷联合播出 改编自乐小米的同名小说 由金牌导演刘俊杰先生指导 集结了钟翰良 马天宇 孙怡 余朦龙等十例演员 共同来联系主演这样一部情感的电视剧 而且他时间的跨度据说有高达二十多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二十年里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情感起落 又是怎样的一份相遇和守候 让我们一起9月17号一起来期待湖南卫视经独播剧场 将和各位共同来分享这部期待已久的电视剧 那在此 允许我隆重为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 让我们欢迎 词文传媒董事长总裁马忠俊 欢迎 词文传媒高级副总裁魏蒂 欢迎 欢迎 欢迎您 词文传媒副总裁赵斌 欢迎 词文传媒财务总监龚伟婷 欢迎 电视剧量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总导演刘俊杰 欢迎导演 上海毕桃影业总经理 电视剧量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总制片人刘宁娟 欢迎 欢迎我们的主演钟汉良 马金宇 孙怡 广播电视台节目交易管理中心 王毅 欢迎 湖南网坡电视台总编室项目推广部贺求 欢迎 欢迎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小辉 欢迎 同时欢迎爱奇艺版权管理中心总经理杨贝 欢迎 TV视频版权商务中心总监杨宁 欢迎 TV视频品牌总监朱晨浩 欢迎 欢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交易中心海外市场部版权开发负责人陈希 欢迎 再次掌声欢迎我们所有特别光临活动现场的嘉宾领导 真的非常长的一个例子 看得出来我们各个平台方合作方也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发布会非常的重视 大家都专程抽时间来到活动现场 讲到我们即将和大家见面的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其实从2006年我们很多书迷就开始在网上看连载 包括去支持这部原著的小说 那后来我们知道他会影视化 包括确定的演员 到今天马上和各位见面 其实很多人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同时也很忐忑 因为很多人会怀念起 当时还在追书连载的时候 好像很多人都把它藏在语文课本的封皮下面 然后偷偷地看 包括晚上在寝室睡觉的时候会流着眼泪 所以到底这部剧有多大的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在今天我们请上各位主演和各位聊聊洗劫之前呢 我们请全场媒体和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部剧跟大家揭晓过的精彩预告片 请看大屏幕 除穷一亮 他又保护 还没七四万千 江湾 是世界上最美 也是最文强的 就像 江湾 是世界上最美 只要我好 不管在结果你还生气 他的生活是成态人 两生就是不过的孩子 两生是陈家的人 心情 清静 乱与笑 想着地方 发丁 容身着急 两生 活不可不可以 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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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降臣 不要再随便就能够能够能够 江湘 小大叔 我现成 好的小大叔 我叫成天佑 谢谢成佑的小大叔 被套路的重逢 财神秘术 这是我女朋友 是一千 什么千千 一千的 你好意思跟水小姐 好吗 你跟水 一路在一起 好 太幸福了 我把星座 我把星座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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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过程 等你 心动接招 情深知己 清智 我一生 下周晚吧 荣耀仲金 两生 我们可不可以 能忧伤 哇 期待吧 看完预告片 心根痒痒了 确实 里面好像 反足了大家 对所有剧情的各种幻想 有非常虐的 也有非常有趣的片段 所以大家 再等两天的时间 9月17号 就可以在湖南卫视 经营读播剧场 欣赏到这部剧了 那接下来 我们赶紧有请 我们剧中的 首先欢迎 陈天佑的扮演者 余孟龙 上台和该位问好 欢迎 有请 我们 阳神的扮演者 马天宇 还有我们江神的扮演者 孙宁 欢迎两位 《不忧伤的爱》 《不忧伤的爱》 请看大屏幕 如果 什么可能是大屏幕 我会发生什么呀 我希望结婚你身边的心 永远围绕着你 不管在哪 你给我陪着你 有了你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你 你都不用上班 你都不用上班的 年轻人 上班的 谢谢陈天佑大叔 很烟 曹吾 不行 因为我们家人的心灵 尽不怕 我有救济尽 没有救济尽 我要 千万相 我怎么可以 在哪 不忧伤的爱 是谁爱 从他从来就只有 一生一样 我从过这个 站起来的群属 小一生都管不了的群人的 你站住他 我们都要再生长了 我打开 想打开的手放 一个人啊 生死爱了 叫范果 两个人啊 前脚是幸福 是这样的 你能出什么道 前脚叫做 我应该告诉他说 我说了你也会错人了 不是 哥 我是家长 哥 我真的不是人家 你也别再反送 有些人 你给他 他 他 让他 他 他 在 真是我的 好想的 真是我的 不想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只要扶不起大家 人的困難都要扶起來 不过一遂狂安 有你流回 有想到你 是不够的爱 我告诉你 不要见你丑丫的爱 必须要你可以 我就是想你 你才能装入自己 我就是想你 当我们上班的工作室 一首 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发生 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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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掌声欢迎剧中陈天佑的扮演者钟范良 以及相信扮演者孙宁 孙宁比较辛苦啊 都要上台 我们来来来 欢迎两位 小娃好 我们这样 刚刚孙宁节目过好了 再问一遍好不好 我是在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中饰演江生的孙宁 我很忙 孙宁非常忙 来我们也欢迎第一次来到舞台上的天佑 大家好 我是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里面的陈天佑 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MV好不好看啊 好 怎么样 你们的答案不重要 好不好看 哥哥做不住了哥哥 看得出来啊 剧中天佑真的是对江生是付出那种很撩人的那种感情啊 我们请小娃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陈天佑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集所有书典 拥有传统中国男友男士具备的一个 优点 人 所有优点都有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请钟翰娘给我解释一下苏典是什么 苏典就是好像我刚刚在台下看到这个MV 哇 大家在大屏幕上看这个MV真的会 会被震到耶 就是你会 苏典妈妈的感觉 我应该不能用一些太太少有的字哦 像一个少女心啊 哦 我有一点点 这么大屏幕看到那些法言很清楚 有一点 素到碰碰跳的感觉啊 特别是钟人物这种情感的交织在一起 而且我们知道之前在网络上面 知道我们钟翰娘演这个角色之后 有人说百年修得陆立成千年修得何以成 而要万年才能修得成天佑 这个还有人说他是天神一样的人物 你自己觉得他这么完美吗 有没有缺点陈天佑 没有 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他对江生太好了 他是把所有也是就是 他会想尽一切浪漫的办法什么的 然后去呃 献给江生 让江生能够开心快乐 对对 那我们听听看小娃自己呢 你觉得陈天佑这个一定要说一个缺点 是什么 他就是会 会隐藏自己的想法很多 就是就算 就算知道江生的 的 不管是对方 对对方的爱意 都会 尽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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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他 等他发现自己的感情 其实就是等待了 等别等别耗在那边 你总 你总会 大家都走了嘛 别走光 我还站在这里 就我了 还在 就一直守护到最后 就是我了 啊 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时间 去付出 其实付出时间 我就是一个男人对感情最大的一种投入啊 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 那两位在片场拍的时候 刚刚有讲到 尽力尽的哭戏很厉害 有没有那场戏印象很深刻 很虐的 或者很甜的 很厉害啊 很厉害 很厉害 甜的地方有没有 他走笑场 真的 刚刚我看到有 他走到我笑场 是哦 刚刚我看到有吻戏哦 吻戏 刚刚那个MV有啊 这是 嗯 顺利满排的 对啊 哈哈 这就是 都是自身演员的嘛 嗯 笑场是什么时候会笑场 笑场就是 嗯 因为他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好吗 嗯 然后他总说话的时候 说台词的时候 没有 我其实在对别人说话都特别好 我是对你特别讲的不好 因为我现在 故意的 你听到我讲特别不好的普通话里很像 哦 我其实周想的像 为了让你快乐 哎呀 真的 我发现天佑真的很会撩人啊 他在片场有这样子吗 他在片场 没有 没有 他在片场 我主要是今天知道那个 大家是为了量身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上来 是 我就希望可以召唤一下那个当时的感觉 啊 召唤他 看看来一点 给大家看到 上下身 这样和江生之间的那种感情啊 那拍的时候刚刚刚讲有这个偶尔会笑场 那 呃 最后我看到最后还有那个盲人的戏 眼睛是瞎了对不对 对那段戏其实我 我也觉得剧透也没关系哦 没关系他都看过远就 那一段戏其实又很甜又很虐 就是他甜的地方是 怎么了 江生在陪在旁边 我看不到他会帮我读书 啊 朗读给我听 嗯 然后做很多陪伴的地方 是江生那一天又 一直为江生做的事情 嗯 然后虐的事情就是在看不到之前 我又忍着痛 不让他知道我想 赶他走那一场戏 哦 很残忍的 对 我真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明明知道自己内心很纠结 然后眼睛也看不见 但是还要骗他 去忍着痛 又虐又甜的故事啊 大家可以在9月17号 湖南卫视精英独剧场 来欣赏我们两位精彩演出 那 剧中两位的名字 包括这个感情 大家给大家起了一个非常有爱的名字 叫天生CP 你们知道吗 是 嗯 天 天又生 天生CP 天生CP 虽然我们不是天生的CP 我们是后天一样出来的感情 靠时间熬出来的 对 我们是靠后天的一点一点感情一样出来的 也是守候 终于发现这个感情 而 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今天天生CP 也有礼物要送给对方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吧 我们把礼物拿上来 我们人 这是 这是孙姨送给小阿的 然后我们先把孙姨的礼物先送给中海良 这是 其实也是花 但是这个是玫瑰花 玫瑰花 玫瑰花是代表爱情的吗 是 然后在戏里面的 嗯 对 对 对 拿麦克风说 我那个 提醒他 对 但是为什么要送我花花 因为玫瑰花是代表爱情的 对 所以在戏里面江生是对天佑的感情吧 算是 对 所以这个要送给你 代表爱情 天生CP的爱 那小阿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江生 这些什么是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羞毛线球的那个 哦 毛线球 毛衣的毛线球 然后是我们很重要重逢的一个信物 哦 大家到时候看到那一段就知道这个很重要 毛线球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妈妈在那边吃 然后爸爸在那边卷毛线球 那种很温馨的画面 两位拿着毛线球就玫瑰花一起来个合影 来 请媒体朋友们记录一下 哎 要不要拿毛线球 哎 小阿你要不要扯一下这个线球 就像那个 对 小时候爸爸妈妈 好 一起来 好 谢谢两位 再次谢谢钟花梁 谢谢孙怡 请两位落座休息一下 带着这份礼物啊 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 天生CP 在揚上我们可不可以的 不用伤当中的精彩演出 小心一点 好了刚刚我们各位主演都和各位问好了 也和各位分享了在剧中各自的情感也好 演技方面的新的突破 那其实 那其实 我们当下最真实的情感 其实就是 白人自立破碎 我们的场景 还有意思 还有意思 哇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恶劣的掌 欢迎导演 欢迎 我们接下来来将错播 有一个好玩的互动 给大家 进一步的去感受我们这一部分的魅力 欢迎 欢迎宗汉良 欢迎马天宇 欢迎孙怡 宗汝 宗汝 宗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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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天宇再调整一下 来我们请 好 好 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我们要通过四位肢体语言 来传递跟进步居有关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你一话我猜的意思 那每一轮呢 我们会有一个 呃 最后第四位来猜的顺序 我们先第一轮呢 我们要先请孙怡来形容第一个 不要不要剧透 来 这样我们请第一轮猜的是 蒙龙 蒙龙正好就这个站位非常好 来 好 好 来我们请三位男士 都转向那边 三位男士转向右侧 对 好 我们只有孙怡可以看 大家不要提醒哈 第一个词是这个 不可以说哈 只能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 好 下面请马天宇同学转身 好 孙怡来用肢体语言展示这个词 笑声 饿 好 大概是牙印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好 如果你确定你了解了就可以了 不能对话不能对话不能对话 只能用肢体啊 好 OK 来我们请小拉转身 天宇来向小拉传递 你可以 但马天也不能跟你交流 好 来天宇来传递 动作啊只能是动作 手表 好 来我们请鱼帽转身 张夏良来传递 哇哦 肌肉 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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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天恩 天恩 好 OK了吗 好 来我们听听看鱼帽轰个答案啊 几点钟 来 猫猫 面向大家 你觉得他们跟你传递的是 哪个词语 呃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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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是咬的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我们来 孙怡来个原版重现 然后指了指 啊 哦 你想 在你的手上做一支扁 哈哈 因为家里穷 哈哈 好 我们请所以来揭晓证据答案是什么 牙印 牙印 其实很近了啊 咬完之后就留下了一个牙印 呃 我们刚刚 其实前面部分 猫猫已经提到了 为什么牙印跟这部剧很有关系呢 就是 你是一个爱留牙印的孩子 对不对 对 是一个 天恩是一个爱咬人的孩子 嗯 希望把牙印留在她想要拥有的事物上面 对 啊 所以支持牙印 好了 我们第一轮的表演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猜的是 孙怡 那这样我们换个位置啊 孙怡请到那边 然后是 小娃第一个形容 小娃离我最近 好 然后天语朦胧这样 好 看看是哪个词呢 等一下我确定讲啊 对不是对 很认真的玩游戏啊 各位看一下 好 好 好 不能形容啊 只能用肢体 这个很难演 看看 小娃会怎么演 小娃你 已经开始了吧 开始了 开始 大仙子 很艺术的展现形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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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小娃的精彩演出 下面到天语了 完全是疯的状态啊 来 蒙龙转过来 天语开始演啊 你要把小娃刚刚演的 重现一点 重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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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象这个肌肉都很大 走行路都是这样 美好 来 我们原版有请 重看点 嘿 咚咚咚咚咚咚 犹豫了你 几秒 你刚没抖腿 好 鸭鸭 好 over 所以说原版看完了 还是不到 猜猜看吧 你觉得是哪个 是吃的吗 是吃的 是吃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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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放嘴里了吧 生不吃也可以的 啊 生不吃也可以 生不吃也可以 三彩鱼 几个字啊 不能讲了 你就猜一下吧 姜 不对 别人的不是很好的吧 嗯 谁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表演的蛮有的 你想想看 所以她是从哪里 把那个吃的给拿出来的 就 地上 然后她还在那等了很久 为什么要等很久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等很久 对 她要慢慢生长 对 要等她成熟 嗯 然后我们家鸡 然后差不多要吃熟了 就滑掉 等人在成长 撑掉 刚才没有那个过程 那个等待就是成长 好了我们揭晓正确答案是 冬菇 哦 冬菇好像不会长在树上 冬菇是个猫啊 冬菇的猫 对 但也有真的那个冬菇啊 对 大家不知道是猫 所以让大家知道那个冬菇是长在 树底下 在树底下 慢慢成长 可以吃的 来孙姨展示一下你演冬菇怎么演 你演冬菇怎么演 你演冬菇怎么演 孙姨排冬菇来 你故意游游的方法 抄袭 抄袭 周翰来的表演 啊 真是冬菇哦 啊 好 我们待会看看孙姨来演 孙姨已经演过了 好 其实我觉得看两个妈演得挺好的 我们再来下一题啊 我们要来负责猜的是天语 天语站到最右的最左边啊 然后第一个本音是蒙龙 蒙龙请到我身边 然后还有第二个啊 好 我们要来演的词是这个 好 结束了吗 好结束了 很简单啊 好 孙姨请转身 很失忆啊 很失忆 还加了一个戏啊 好 OK啦 好 下面写天语转身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啊 好 麻烦你加一个戏 我真的加了很多戏 我现在这样表演了 我不喜欢这样一点 好 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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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像一种邪教 好 我们请天语转身 孙姨来 刚刚 你觉得像什么 像一棵树 像一棵树 柿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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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繁叶 枝繁叶叶茂 这个什么意思 可是这就是蒙龙 刚刚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那个树有根杆 杆是树有的 所以你本人不就是那根杆吗 还比那个杆 蒙蓉你也站过去 天语站过去 我们来四棵狮子树来比 来我们一起盛开的四棵狮子树 三二一 这有点像感恩的心 也希望我们的剧能够跟狮子树一样 古实累累 谢谢我们的四位主演 我们还有一题 最后一题了 这题要请小娃来猜了 小娃麻烦你到最左边 然后天语第一个 最后一题 pose然后传达给小娃来 好请钟晗良转身 孙怡来为我们演艺 刚刚你看到了 我真的只接收到了这些信息 就这样 好小娃有点怀疑人生了 来 钟晗良你猜猜看 这会是什么 跟建筑有关的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这是个物体 这是个物体 对 这是个物体 全天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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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手后 哦 摸摸手后 这样讲那里 不是 不是 它是一个建筑 提醒你 什么 说出来 巴黎铁塔 哇 可以啊 连孙怡都不知道 他是巴黎铁塔 你竟然知道 看到有多形象啊 看到我们美景 有多形象 你看一下 好难把头上拍一点啊 我刚才是这样的啊 我是这样的 比较 才能把四个 撕成这样的 我刚才是这样的 好 来我们四个 就不要四个巴黎铁塔 都得到好看 这样吧 我們請四位主演一起來個帥氣的合影 也讓媒體妹們記錄一下 我們今天聊生 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 跟大家難得的一次分享 希望大家在9月17號 一起來期待我們這部劇 好 我們看幾方 好 謝謝 來 請四位再往後一小步 稍等 約客 確實 我們這部劇 講了相遇 講了等待 也講了守護 那其實守護 不僅僅是劇中人物之間的守護 還有這麼多可愛的粉絲 其實也一直守護著我們各位主演 希望能夠在這部劇開播的時候 帶給更多 可能是其他的觀眾 帶去更多對這部劇的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四位粉絲代表 也來到活動現場 要為他們守護的IDOL 送上一份祝福 歡迎四位粉絲代表 有請 來 歡迎 來 歡迎 來 每位叫到自己的 讓他自己的要送給每位鮮花來的 好 來 我們請各位分別來 來 自我介紹一下 來 這位 少哥你拿著麥克風 你就先請 那有聲嗎 我 好多麥克風給你笑了你 我試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余夢夢的粉絲 然後我今天非常的激動 能夠這麼近距離的在 這個大舞台上和某某 能站在一起 我非常 非常的激動 然後我從一三年就第一次認識了某某 就是當時我家庭出現了一些小小的變國 然後在就是在人生的低谷出獄 那個時候是在電視上聽到 哎 這首歌真的 就是某某的聲音真的很溫暖 所以我的羽毛都是去做姑娘或者去學習 然後特別幸運能夠做為一個媽媽吧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量生 然後我覺得馬老師一直都是特別特別優秀 然後也特別認識 我請了麥克風進給我們這位可愛的姐姐 來 請大家女男朋友好 偷子姐姐了 她奶奶了 哈哈哈 大家好 貴姓姓姓 我是愛娃姐 姓楊 楊奶奶 今天來到這裡很高興 在這個金秋的九月 能跟我的心中偶像近距離的節目 哇 是我的心聲最大的幸福 喜歡鍾翰良 喜歡程天佑 是我們梁家族唯一的選擇 哇 因為現在她在我們心裡是我們生命中的坐標 輕輕的重點 有她 我們心裡好特別的踏實 在我周邊有些委屍 還有我們北京良民群的姐妹們 因為有了鍾翰良 使我們的正能量滿滿的 狂狂的 美之大愛心 我們一定是陪隨偶像前行 因為有了鍾翰良 我們這些人的心氣 這些人的善意 我們得到了有了市場的空間發揮 皮子也變好了 我們要謝謝你小蛙 感恩你今生我們選擇了你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四个人的表现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姐姐啊 非常真挚的表白 那这样我们今天四位主演 也带了一份论意 要回馈给我们的粉丝代表 我们请工作员帮我把 一片心意 很有意思的礼物啊 拿上来 也请四位主演分别交道 我们来看看 都准备了什么 我们 我们从左边 小娃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娃你准备的是 一片什么礼物 小娃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礼物是什么 这个就是 甜甜的 又人的天佑 天佑送给杨姐姐的 希望杨姐姐甜甜蜜蜜 看来这个剧 少年心泛滥起来 青春常驻 谢谢一个田佑 我一个田佑送给我们杨姐姐 杨姐姐 来我们看前方 一起来为我们这部剧 期待她的首播 也一起为我们的 量身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来助力啊 能够带来更多的影响 更多的关注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 为我们去做宣传 再次谢谢粉丝们的守护 谢谢你们 请粉丝 坐坐休息一下 谢谢 礼物收好 好 来小娃留步 小娃留步 来我们四位主演请留步 好了 刚刚我们的粉丝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粉丝的支持 我们相信这部剧一定会在各位的支持下有更好的成绩 那今天这个特别日子我们的见面会马上接近尾声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用热烈掌声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嘉宾来到舞台上 跟我们的演员们一起来一个合影 欢迎我们的导演刘俊杰 欢迎导演 也欢迎我们慈温传媒董事长总裁马文俊 慈温传媒高级副总裁魏丽丽 慈温传媒副总裁赵斌 慈温传媒财务总监郭敏 以及我们上海密码影业总经理 梁玲生我们科目的胡庸商的总治 以及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交易管理中心王毅 湖南广播电视台总电视 国际宝部贺雄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 以及爱奇艺版权管理总经理杨贝 一批视频版权商务中心总监杨明 一批视频平台总监朱晨浩 以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中国文国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海外市场部版权开放 主持人陈希 欢迎各位嘉宾的光明 我们同时请工作人员为我们 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片名良生 我们可不可以 布优沙即将在9月17号登陆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同时也会在爱奇艺体育视频 腾讯视频优故同步更新 好 我们请各位嘉宾一起聚同 我们没记老师这样可以吗 好 辛苦左手边两位嘉宾一步到这边好吗 辛苦两位到这边 这样我们可以东西站的 对 这样左右均同一个 好 可以吗 没记得老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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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个夜好吧 一起期待我们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能够节节高升 票能够收据节节高升能够获得更多的媒体还有观众的喜爱 先起来 再拍一个好不好 當我们辛苦 我們在主演站中间 好 来我们再拍一张好吧 各位老 clarogi家宾辛苦大家 我们再拍一张好不好 来 再来一张 导演 导演 sont面前 对 像我们一起 这样每位都有 好 OK OK OK착 好 看一下 前方 我们这回点个赞 请各位嘉宾一起伸手 一起为我们的良心 可不可以不忧伤 一起来点个赞 一起为我们去增加更多的好评 更多的热度 更多的人气 也带他一起来守候 9月17号 无奈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再次谢谢所有的嘉宾 所有的主演 今天光临我们的发布会现场 来请各位落座休息 谢谢 谢谢 好了 再次谢谢今天所有的粉丝 所有的美分心 一起去吃我们 良心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